但小灵姐啊,还是穿鞋下地 去庆天市吗?我给你整理几件衣服吧,还有你的符咒,别落下了 我笑了笑,扶着她的肩膀说道 小灵姐啊,我有一件礼物送你 说着,我右手凭空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阿里玩具 这是前几天啊,在首都买来的,被我顺手放进了空间戒指 小灵姐啊,惊讶的问道 你怎么做到的,空间戒指 嗯,所以啊,不用整理了,我空间戒指里啊,还有一套衣服呢 乖,抱着阿里睡觉吧 她借过礼物啊,面带微笑的亲了我一下 嗯,我送你到门口吧 站在门口,我摸了摸小灵姐的脸 我走了,把门锁好 出门之后啊,打了个车,直奔火车站 这次,我并没有带大姐 因为我怕呀,忽悠会回来 所以呢,让大姐在这边盯着点 一有异动啊,就让小灵姐给我打电话 由于上次也是半夜去庆天市的 所以我知道,半夜十一点有一趟火车 到达庆天市火车站的时候啊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八点半 青阳道友前来接站啊 我们碰面之后,直接打车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要了个包尖,随便呢,点了几个菜 我问道,青阳道友啊 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青阳道友,抚摸了一下他的发型 说道,是这样 你师弟啊,受到了一个医生的委托 这医生就在庆天市第一医院上班 他说他呀,经常能看见一些幻象 有个女鬼缠着他,天天吓唬他 他都快精神失差了 我当时啊,建议他吃点六味地黄丸 但他不同意,还骂我不专业 道友,挑重点说成吗 青阳道友啊,点了根烟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泡体了 这个医生啊,他刚从大学毕业三年 在医院并不是很有地位 所以呢,他要经常值班 他不值班还好啊 这一值班,问题就来了 他每次在医院值班的时候啊 都会不知不觉的趴在桌子上就睡过去了 不管喝多少咖啡啊,都会睡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啊 他就会发现,他躺在太平间 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我端起茶杯说道 出现这种情况啊,不外乎三种可能 第一,他被鬼上身 是鬼带着他过去的 第二呢,是被鬼迷惑了 第三,他本来就患有梦游症和强迫幻想症 青阳道友啊,吐了口白烟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我跟你师弟早就想到了 所以我们呢,直接去医院观察情况 结果这一观察之下呀,却发现了个大问题啊 整个医院几乎被阴气笼罩了 医院附近聚集了很多的鬼物啊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呢,我们便开始调查这间医院 发现所有的阴气啊 都是从太平间散发出来的 我皱了皱眉毛 太平间?都是刚死去的人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阴气啊? 哎,是啊 哎,都是这些刚死掉的人 不应该出现这么多阴气的 西洋道友啊,甩了甩 他那几根可怜的头发说道 嘿,我们当时啊,想进去查看 不过有个老大爷,说是看太平间的 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去 嘿,这太奶奶的 我当时啊,他心情像雾像雨,又像风呢 西洋道友啊,太不靠谱了 说话总跑题 我无奈的问道 然后呢 哎,然后 嘿嘿,然后你师弟说 他是福尔吊斯 这个外号啊,可不是白叫的 我们晚上使了点小技策 嘿嘿,终于溜进了太平间呢 然后按照下午搞到的死者记录 我们发现太平间里啊 竟然多了一具尸体 是一个女尸 所有阴气啊,都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全是女尸散发出来的 这手法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 没错 你师弟啊,也这么说过 所以啊,你师弟当时就建议 也要打散着尸体的阴气 可就在我们准备动手的时候啊 你师弟的电话忽然响了 是雇主医生打来的电话 医生说呀 他现在站在楼顶 他不想活了 想让我们去见他最后一面 然后呢,他就要跳下去了 我和你师弟啊,赶忙直奔楼顶啊 上级之后 发现楼下站了很多人的围观呢 因为是中午,所以医院附近的人呢 非常多 天台上啊,不只有部主医生 还有一个女鬼 二大个女鬼啊 就是太平间里多出了那个尸体的鬼魂 我此时心中啊,有很多疑惑 眉头皱得很紧 青康道友继续说道 哎,道友啊,你知道 一般来说呀,尸体是尸体 鬼呢,是鬼 鬼如果变成了厉鬼 他的尸体啊,肯定不会产生失变 反之呢,如果尸体产生失变 鬼呢,就肯定不会变成厉鬼 但这个女的呀 不光尸体即将失变 而且竟还是个厉鬼 雇主医生啊,被女鬼迷惑了 你尸体想要过去救下雇主 但没想成啊 就中了那女鬼的圈套 从下面的角度看呢 医生是被你尸体推下去的 医生啊,当场就身亡了 下面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 医生啊,是你尸体推下去的 所以呢,他被带走了 不够临走钱的 他说,让我给你打电话 我点了点头啊 事情,我大概听明白了 目前有三个疑点 第一,整个医院被阴气笼罩 再加上太平间 无缘无故多出了一具女尸 女尸身上呢,又散发着强烈的阴气 这招让我觉得有些熟悉 好像跟上次独眼老者养尸 差不多,难道说又有人想在庆天室养尸了吗 第二,为什么医院里这么多医生和患者 女鬼偏偏要害那个医生 按照青阳道友的描述啊 女鬼应该拥有很高的道化 他明明可以直接杀死医生 为什么非要迷惑医生 等剑男上天台再设计 让剑男把医生推下去 一个恶鬼想要杀人 需要算计这么多吗 第三,正如青阳道友所说 尸体就是尸体 鬼是鬼 变成了厉鬼的鬼啊 其尸体肯定不会产生失变 反之呢 如果尸体产生失变 灵魂肯定不会变成厉鬼 让一具尸体既失变又变成厉鬼 百分之九十九是享诗人的手笔 这养诗人呢 和独眼老者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感觉 他是冲着剑男来的 见我沉思啊 青阳道友抚摸了一下 他的头发问道 哎,道友啊 哎,你想什么呢 我凝重的说道 我要亲自去医院看看 或许啊 能找到什么线索 哎,道友啊 咱们呢 还是吃点东西再走吧 哎,我都三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我感冒客气的说道 我失利的事 让道友你费心了 吃过晚饭呀 我们直接打了个车 来到医院 其实 我本是想先去看看剑男的 不过听道友啊 说 现在啊 似乎不让家属去探望剑男 还要等几天才行 站在医院楼下 我就感觉到了一股阴气啊 毕竟是习武之人 我的感觉是很敏锐的 周围只要稍有不对 我就能立刻发现 走进一楼的厕所呀 我用阴符熄灭了双肩的阳火 而青阳道友也用自己的方法开了眼 开眼之后啊 发现整个厕所里竟然有十几只鬼 他们此时都在看着我和青阳道友 毕竟鬼物啊 都喜欢阴气 这医院被阴气笼罩 如果没有鬼 那才出事了呢 出了厕所呀 我边走边问道 哎道友啊 太平间在什么位置啊 我感觉下面的阴气很重 难道太平间在地下吗 青阳道友点点头 没错 一般医院的太平间呢 都在地下 不过新建的医院 一般都没有太平间了 人死之后啊 直接通知家属 把师弟带走 这庆天是第一医院成立的很早 所以呢 到现在仍然有太平间在 我点点头 的确 我曾经啊 也在这里住过院 但是我记得 这里的电梯 好像只到一层到六层 似乎不能去地下啊 那当然了 青阳道友啊 理所当然的说道 万一碰上不会用电梯的 按照地下的楼层 那岂不是要吓死了 所以啊 大厅的电梯 是不能通到地下的 其实这医院呢 还有一部隐藏起来的电梯 这个电梯啊 才是通往地下的 而太平间就在地下二层 青阳道友 为什么会这么清楚 哼 答案很简单 医院里的鬼很多 随便找几个鬼 问问就知道了 由于晚上医院人很少啊 我们尽量避开摄像头 来到了一个门前 青阳道友拿出了一把钥匙 扭开门 我们走了进去 这屋子里啊 空空的 没有桌椅 不过一侧墙上 却连着一部电梯 真的在这里 青阳道友从口袋中 掏出一张卡 放在电梯旁的感应器上 贴了一下 一个提示音响起的同时 电梯门也打开了 我没问他 从哪里搞到钥匙和卡的 反正呢 他肯定有他的门路就是了 这样啊 有点像是做贼 不过呢 这种灵异事件 本来就不能摆上台面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只能秘密的进行了 进入电梯之后 青阳道友按了一下B2 这部电梯啊 只有B1和B2两个按钮 看来呢 只通地下室 电梯运行 忽然 一个绳子断裂声响起 电梯加速下滑 砰 电梯重重的砸落在地面 怎么回事 钢丝绳断了 似乎唯一的出入口 就是这部电梯 为什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 绳子断裂 很明显 是有人不想让我们走了 或者说 有鬼 不想让我们走了 由于钢丝绳断掉 电梯里的电也停了 四周啊 漆黑一片 我刚想抛出手机照链 青阳道友低声的说道 哎 别怕 别怕 我有手电 说着 只听他翻了翻口袋 然后拿出了一个激光手电 就是市场卖十个人一个 还赠送三粒电池的那种 我嘴角抽出了几项 这种高科技产品 你也好意思往处拿 青阳道友啊 傻逼呵呵的拿着小手电 在电梯里乱晃 由于他那玩意儿啊 基本起不到照明的作用 所以呢 我将手背在后面 从空间戒指 拿出了一柄匕首 撬起了电梯门 青阳道友啊 热情的用激光手电 为我照明 那小红点啊 晃来晃去 晃得我眼睛都快花了 他好奇的问 哎 道友啊 我看你刚才把手背在后面 然后就拿出了一把匕首 你把匕首 呛在哪了 说着呢 他用手电 晃了晃我的屁股 疑惑的自言自语 塞进去 会不会很疼啊 我脑门啊 出现了一条黑线 别他妈乱晃 同时呢 手上使劲 撬开了电梯门 我一手拿着匕首 一手拿着手机 向里面走去 而青阳道友 似乎发现他的手电呢 不太好用啊 于是他也拿出了手机 跟我在跟在我的身后 我们一起向前寻找 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没有丝毫的光亮 漆黑一片 走廊两侧呢 不时能看到几个房门 我一边走啊 一边用手电 晃着那些房门 不过房门都锁得很紧 走廊中阴气很重 不过奇怪的是啊 这里竟然没有鬼魂 按理说呀 阴气越重的地方 鬼魂越多 为什么这里 没有丝毫的鬼魂呢 好像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我一边用手机 微弱的光亮照着前方 一边低声问道 哎 青阳道友 女师在哪个房间呢 但身后呢 只有轻微的呼吸声 却没有人回答 我皱了皱眉眸 猛然回头 只见一张惨绿色的脸 飘在后面 距离我不足五厘米 我差点没吓得惊呼出声啊 吓一日的向后跳了一大步 仔细看去 才发现 是青阳道友 用手机 晃着吓了 再加上他手机壁纸 是一片绿地 所以呢 才出现了刚才 那种视觉效果 我雷个去 哎 大哥 人吓人会吓死人呢 妈比我的小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深呼吸了一下 我不悦的问道 哎 你他妈干什么呀 刚才吓死我了 青阳道友 有些委屈的说道 走廊太黑了 我怕你看不到我 所以呢 就把手机放下巴上了 方便 你看到我的脸吗 反正啊 我是早已无语 虽然早知道 这逼不靠谱 但由于不知道 太平间的位置 没办法呀 必须让他带我一起走 我发誓 明天呀 肯定不跟这逼 一起行动了 不然还没见到鬼 就先被他吓死了 然后 在青阳道友的指点下 我们来到了走廊尽头 那间屋子的门口 青阳道友用手 按在我的胸口 表示呢 让我停下 然后另一只手 拿起手机 用手机照着下巴 对我晃晃晃了晃脑袋 事宜啊 让我直接冲进去 他那飘逸的几绿头发 随着晃动的动作呀 飘来 飘去 见我愣住了 青阳道友动作 更大的晃着脑袋 忽然咔一声 骨头响 青阳道友用手捏着脖子 露出了一副 而吃了苍蝇的表情 眼泪呢 在眼圈里打转 我心说 活记吧该 谁让你不好好说话 非要晃脑袋子 我从口袋啊 夹出了一张羊符 挪开青阳道友的手 推门走了进去 刚一推开门呢 就感觉一股阴气扑面而来呀 非常浓郁 我赶忙点燃羊符 点燃了双肩的羊火 毕竟啊 这里没有鬼 开不开眼都无所谓 这里的阴气如此浓郁 如果我只有一盏羊火 很容易呢 被阴气侵体的 那种浑身无力的感觉 可不好受 点燃双肩的羊火 我又走了进去 青阳道友呢 也揉着脖子 跟了进来 他指着一个冷柜 表示呢 女尸就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用他说 我也知道 因为习武之人呢 感觉非常敏锐 我早就感应到了那个位置 阴气最为浓重 我静止走了过去 缓缓的拉开柜子 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尸 躺在架子上 她身上的阴气 十分浓重 按理说呀 应该早就失变了 不过 她却仍然 没有失变 看起来呀 应该是养尸人 还不想让她失变 因为时机未到 如果只有我自己来的话呀 我就可以用龙岩 将它烧掉 但是青阳道友在旁边 我就不好使用这种能力了 看来呢 要用其他的办法了 我问道 青阳道友 身上可有八卦镜 有啊 说着他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八卦镜 递了过来 上次跟徐老追踪 千年殷尸的时候啊 他教了我几招 其中呢 就包括八卦镜的使用方法 我咬破舌尖 用手指 沾了点舌尖精血 抹在了八卦镜上 然后呢 截了个箭纸 从口袋中 夹出一张洋服 瞬间将之点燃 将点燃的洋服 在八卦镜上划过 八卦镜上沾染精血的地方 瞬间燃烧了起来 然后呢 我将八卦镜翻了过来 按在女尸的额头之上 下一刻 一个爆炸声响起 我手中的八卦镜 四分五裂 该死的 这个八卦镜质量太差了 阴阳相撞之下 产生的爆炸 直接把它炸碎了 如果是许老的那块八卦镜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本来是想 卸掉女尸的阴气 然后再破他小脑的 这样呢 他就没有办法失变了 然后再想办法 驱散这里的阴气 可现在呢 仅有的一块八卦镜 都碎了 用洋服 根本无法驱散 女尸身上浓厚的阴气 而且他有阴气护体 现在也破不开他的小脑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 青鸯道友 低声说道 道友莫及 我还有一块八卦镜 说着 他又从怀里 掏出了一块八卦镜 我对他赞赏的点了点头 好样了 接过了八卦镜 我如法炮制 再次将人少的八卦镜 按在女尸头上 碰 八卦镜啊 再次四分五一 这他们已经是 第五块八卦镜了 我再次将目光望向青阳道友 只见他自信的 抚摸了一下 秃顶的发型说道 道友别担心 八卦镜的话呀 人家这里还有很多 全都是在屌丝造势用品 真人影片里批发的 八块五一个 来来来拿去 说着呀 他又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八卦镜 放在我手上 我看了看手中的八卦镜 又还给了青阳道友 他疑惑的问道 道友 你怎么了 这破八卦镜的质量不行啊 对女尸根本就起不到太大的伤害 道友 你听说过 鱼公鱼山的故事吗 鱼公说 虽我之子 有子存颜 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 子又有孙 子子存孙 无穷亏也 而生而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 我们呢 一定要有这种精神 八卦镜啊 我有的是 道友啊 你尽管拿去用 不用给我钱呢 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钱 我给你急啊 青阳道友表示 如果我给他钱 他真的会生气的 哎 我都快哭了 是大哥 你那破镜子多的是 但我舌尖都快咬烂了 我操 我已经挤不出舌尖惊血了 但我呀 还是面带感动的说道 嘿道友啊 精神值得值得我们学习啊 但是啊 我有一个小建议 下次再买八卦镜的时候啊 咱买正版的行吗 想要破掉阴气 要么让尸体在太阳下暴晒 要么呢 用八卦镜强烈的阳气破解啊 可青阳道友的八卦镜啊 太不给力了 刚用一下就碎了 这也不是办法呀 青阳道友在场 我还不方便使用龙岩 正当我不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觉得身上传来了一股无力感 意识呢 也有一些模糊 我身形 微微的晃了一下 正当此时 我只觉得后腰一凉 似乎被什么东西刺中了 我精神一凝 猛的向旁边一躲 同时抓住了那只手 是青阳道友 他拿匕首想要暗算我 信号我反应快 匕首刚插进肉肉里 就被我闪开了 我抓住他的胳膊 冷声问道 你是换腰吧 其实我早就看出你的破绽了 只不过一直没说而已 毕竟曾经被换腰迷惑过一次 更何况现在我修炼了精神力 所以呢 能看出一些破绽 从我刚到 刚出火车站出来 就进入你的幻境 对吧 这个面前的青阳道友 阴森一笑 聪明 你的同伴已经被抓起来了 如果不想让他们死 就说出那个叫封面壳的女人 在哪 还有那个硬活的老头子 你已经中了我的迷药 撑不了多久 最好了 别耍花样 否则呢 我让你好看 的确 我早就察觉出青阳道友的破绽 觉得这和我当年经历的 幻境感有些相似 不过呢 我能确定 这绝对不是当年那只换腰 因为那只换腰 已经被老骗子杀掉了 老骗子 行腰经验丰富 绝对不可能让换腰逃掉的 那么 这只换腰 又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对当年的事情 知道的这么清楚 而且听他的语气 似乎是想给独厌老者 报仇 我觉得自己的神志 越来越模糊 于是呢 不再耽搁 抓着换腰的胳膊 自言自语道 我在藏书阁 找到了关于换腰的资料 知道你只是迷惑能力强而已 实际上 如果被人抓住了你的实体 你就变得不堪一击 说着 我手中喷出龙岩 青阳道友惨叫一声 瞬间魂飞破散 周围的景象一变 我仍然站在原地 不过 这里已经出现了灯光 不再像刚才一样 漆黑一片 终于 离开了幻境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那隐尸忽然跳起 面目猙獰的张着大嘴 向我咬来 我一脚踹开女尸 拔腿就跑啊 不知什么时候中了换腰的迷药 此时 我觉得自己全身无力 仔细想想啊 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中了迷药 因为当时 我提出了不吃饭 直接去医院的建议 但是 那个青阳道友 却说他很饿 一定要吃了饭才走 而我当时呢 还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索性呢 也就吃了点 至于我第一次发现不对劲 是刚到地下二层的时候 虽然是放尸体的地方啊 平时没人在这边工作 但这么大的医院 不可能连灯都点不起吧 但由于我以前啊 也没来过太平间 所以呢 主观意识上 我认为这里啊 应该是漆黑一片的 那么换腰 为了迎合我的思维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漆黑一片 其次呢 这一层 为什么没有任何鬼物 按理说呀 这一层阴气最重 但却没有鬼物 这一点实在让人想不透 不过 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件事 我在藏书阁 看过关于换腰的记载 书上说 换腰的环境中啊 不能有太多的鬼物 否则呢 会产生阴气混乱 这会让换腰 换镜 不攻自破 所以自从来到地下二层啊 我就对他暗暗的提防 没想到 他还真的攻击了我 而且他一开口 就问封念壳和老骗子 很显然呀 他想报仇 也就是说 他和当年的独眼老者 有关系 那么 真正的剑男和青阳道友 应该啊 已经被他们控制起来了 他们 正是想通过剑男 引我过来 然后呢 再通过我 引出封念壳等人 在没抓到我之前呢 剑男 他们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目前 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纵然我修炼了精神力 对迷药 有一些抗性 此时啊 也已经思维混乱 如果跟女士拼斗下去 死的 肯定是我 我快速向电梯的方向跑去 女士在后面 张牙舞爪的追 十分钟之后 我终于跑出了医院 但此时啊 我已经晕到了极点 甚至闭眼的时候都有种 再也不想睁开的感觉 至于女士啊 仍然被困在地下二层 我是从电梯上方的应急出口 爬出来的 女士当然不具备这个智慧了 所以呢 她是上不来的 在庆天市举目无心 我现在极取可靠的人帮助我 忽然 我想到了剑男的表弟 陈诺 我以前知道他的电话 不知道他有没有换号码 我凭着超人的记忆力 回想起了他的电话 将电话拨通一个风骚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小雪啊 是你吗 哎 我就知道 跟我视频之后啊 你会迷恋我英俊的脸庞 不过呢 不好意思 诺哥呢 是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对不起了 小雪 说完呢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都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勒个去 见男的表弟还真有个性 我晃了晃脑袋 又给他打了回去 这次呢 没等他说话 我就先问道 是陈诺吗 卧槽 怎么是个老爷们啊 你是小雪的男朋友吗 不好意思啊 误会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我这边有点忙 先挂了哈 嘟嘟嘟 他又挂了 我都快哭了呀 没办法 只好给他发了个信息 我是你表哥 杨建南的朋友 李小龙 还记得我吗 我在庆天室 需要你的帮助 没过多久啊 他把电话打了回来 小龙哥呀 我记得你 你怎么了 被人打了 没事 我叫上几个弟兄去帮你 你在哪啊 我在地上抓起了一把血 拍在脸上 用冰冷刺激自己的神经 我没被打 而是喝酒啊 喝多了 现在走不动路了 我打车去你家 你在楼下接我一下行吗 你家在什么小区 多少号楼 我怕在车上睡着 你就在楼下等我吧 陈诺呢 跟我说楼号 我拦了个车 坐在副驾驶上 没多久呢 就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啊 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手上的空间戒指 还好 戒指还在 然后又摸了摸脖子上的 我猛的坐了起来 脖子上挂的空间戒指不见了 糟了 那可是我最在意的宝物 因为那空间戒指是有主的 里面呢 很可能有一笔宝藏 我焦急的打开房门 发现陈诺和他那个叫林默的朋友 坐在沙发上 见到我之后 陈诺热情的打了个招呼 小龙哥 你醒了 我说你昨天跟谁去喝酒了 怎么醉成那个鸟样啊 在寄生车上就睡着了 我没听 听陈诺说什么 因为我的注意力啊 放在那个叫林默的人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中拿着我的银色空间戒指 我确定那就是我的 因为空间戒指上系着一根红绳 是就是我挂在脖子上用的 林默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对不起啊 这戒指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擅作主张 摘下来看看 你不会介意吧 我拿回戒指挂在胸口 不喜不怒的说道 下次还是不要乱弄别人的东西为好 说着呀 我看向陈诺 谢谢你的表弟 过阵子呀 我请你吃饭 谁知我刚才警告了林默一下 陈诺呢 还不高兴了 他淡淡的说道 不用了 小龙哥 既然醒了 那我就不多聊了 后会有期 他直接下了诸客令 我心中暗叹了口气 若不是戒指对我太重要 让我直接送给林默都行 毕竟陈诺昨晚救了我 我也欠他个人情 算了 以后慢慢还吧 我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穿好衣服 离开了陈诺的家 那个叫林默的 真不老实 看中了我的戒指 直说就行了 还非要说什么 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是空间戒指 你一个普通人 能有什么熟悉的感觉 现在问题变得棘手了 茫茫庆天室 让我去哪里 寻找建南和青阳道友呢 我考虑了一下 决定找道教协会的人 前来帮忙 于是我直接给宋老打了个电话 他听说建南失踪了 也非常着急 说会尽快赶过来的 建南的手机呢 毅然关机 这件事拖得越久 对建南和青阳道友就越不利 我必须尽快找到线索才行 至于这突破口啊 还要从医院找才行 道教协会的动作很快 下午两点多 许老就带着六个人赶了过来 虽然大部分呢 都是老头子 但这些可能都是道教协会 压箱底的老宝贝了 老是老了点 不过个个身怀绝技啊 这队伍中还有一个年轻人 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大 不过呢 他戴着眼镜 看起来啊 并不像是练家子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用 道教协会啊 跟政府有一些关系 上次庆天室事件中 我就已经知道了 警方直接派过来两个警察 跟我们一起去医院 提出呢 要检查一下医院的太平间 不过院长呢 却支支吾吾的 说电梯款看不了 这院长的举动啊 让我觉得非常疑惑 看他的表情 他应该早就知道 下面的女的已经炸湿了 而且很可能啊 已经伤到了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为什么不敢报告给警察呢 是不想还是不敢 总之 这个医院呢 肯定有问题 徐老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 说道 既然如此啊 院长 可要尽快让人修理电梯 希望明天呢 已经修理好了 我们明天呢 还会过来探查的 离开之后 徐老打发走两个警察 刚才那个医院啊 有些问题 我已经让小周 在屋里啊 放了监听设备 他指着指戴眼镜的青年说道 小周是个聪明人 虽然不会倒数 但在我们道教联盟的地位啊 也不低 他精通各种现代高科技的东西 什么气听器啊 黑客啊 几乎是全能的 小周啊 此时摘下耳机说道 我们刚离开院长办公室 他就焦急的打了个电话 大概对话是这样的 院长问对方 有警察来查看太平间了 怎么办 对方啊 应该是告诉他不用害怕 警察喜欢查 就让他们去查 院长呢 又说道 那不行 下面的女士呢 已经咬伤了两个保安了 你必须赶快想办法把他运走 否则呢 我就不跟你合作了 然后对方好像说了一句威胁话 院长呢 哑口无言 挂断了电话 徐老分析道 按照小龙之前说的 我们呢 可以推断出 这边应该有一个养尸人 而且院长跟养尸人 似乎达成了什么合作关系 养尸人把依据来路不明的尸体 放进了医院的太平间 然后给院长一些好处 而现在啊 那女士诈尸了 院长怕事情败露 所以呢 不敢让警察下去探查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小龙啊 推了些眼镜说道 想要找到对方啊 很简单 只要拿到院长的手机 看看对方的电话号码就行了 我可以直接对他的号码进行追踪 查出他的位置 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过去 打他个措手不及 好办法 徐老啊 称赞了一声 真是时代在进步啊 看来咱们也应该尝试一下 高可及的东西了 听到徐老这么说呀 我也有些自愧不如 这名叫小周的青年果然聪明 竟然连这种方法都能想得到 不过嘛 哎呀 树叶有专攻 他在科技这方面比较强 但论身手的话呀 他可就比不上我了 不过高科技有高科技的好处 这样呢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艰难了 我问了一句 但是怎么才能拿到院长的手机呢 小周啊 摊了摊手 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只负责追踪 至于怎么拿到手机啊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徐老看向我 凝重的说道 小龙 交给你了 我 我在这方面也不是专业的呀 但你年轻啊 脾气火爆的宋老在一旁说道 更何况小龙 你的身手一流 所以啊 这个任务非你莫属啊 我是无奈了 为了救见男 今天竟要客专一次小偷 这事啊 要是传出去 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但见男的性命比面子重要 没办法 偷吧 正当我倍感无奈 准备进去偷手机的时候啊 一个灰影忽然从远处窜了过来 那是一只非常大的狐狸 徐老等人呢 面色凝重 可能他们感应到了狐狸身上 散发出来的淡淡阴气 徐老沉声说道 这很可能是养尸人派来的 大家小心 这狐狸我认识 他不就是我前几天放生的狐妖吗 狐妖啊 盯着我 迈开步子 缓缓向我走来 我微微皱眉 心说 他是怎么找来的 他想干什么 徐老拿出一张紫色的符罩说道 动手 等等 我知识的 我认识的 城市中出现了狐狸 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狐妖走到我身前 抬起一只爪子 拉了拉我的袖子 看样子 并不是来找我报仇的 我问道 你想干什么呀 他继续拉着我的袖子 似乎有东西要给我 让我伸手 我半信半疑的伸出手 只见狐妖从口中 吐出了一颗眼睛大小的绿色珠子 夹带着口水 放在了我的手上 珠子刚一入手啊 就给人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力 瞬间变得集中了起来 这是什么宝物 我问狐妖 这是什么呀 狐妖眼睛转了转 似乎啊 在想怎么跟我解释 他将头啊 转向了脾气火爆的宋老 没过几秒钟 只见宋老眼神变得呆滞起来 然后宋老左手放在胸口 右手抒情的伸出 眯着眼睛 非常投入 非常骚的唱了起来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罪 不该嗅到她的眉 擦掉一节杯里水 哦哦 这是被狐妖迷惑了 见同伴被迷惑呀 徐老等人当即就要动手攻击狐妖 我再一次将他们拦了下来 徐老几人呢 都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让自己的老友出这么大的丑 我却三番五次的阻拦他们 我赶忙对狐妖说道 还不赶快出手 狐妖停止了对宋老的精神迷惑 宋老清醒了过来 哼 他还有点发愣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狐妖啊 从我手上抓起了绿色珠子 向宋老跌了过去 宋老呢 稀里糊涂的就接过了珠子 然后狐妖坐在地上 非常人性化的 探了探前肢 做了个无奈的动作 表示啊 宋老手上拿着珠子 他就没有办法对宋老 使用精神迷惑了 的确 我刚才拿着珠子的时候啊 感觉自己精神力瞬间集中了起来 这种情况下 的确不容易被迷惑 徐老等人也非常惊讶 狐妖的智慧太高了 狐妖将绿色珠子 从宋老手中抓起 又向我递了过来 我接过珠子问他 这是要送给我的 他点了点头 狐妖为什么来找我 是因为上次啊 我放了他 他前几天就想给我谢礼的 不过呢 我没要 然后他就带着珠子 去了麒麟室 找到了大姐 大姐告诉他 我在庆天室 由于他也属于妖物 对阴气啊 比较敏感 所以呢 刚到庆天室就感觉到了这边阴气比较重 再加上我的职业本就是道士 他觉得啊 他觉得在这边就能找到我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呢 就直接跑到了医院 刚好啊 我们当时就站在医院楼下 晚五点 此时啊 正是医院的下班时间 天呢 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我和狐妖站在一棵树后 看着从医院里走出来的行人 很快啊 就看到了院长的身影 我对狐妖说道 就是那个夹着皮包的男人 等他上车的时候 你就帮我迷惑他 与此同时啊 我向院长走了过去 院长坐上车之后 我也坐到了副驾驶 院长此时双目啊 有些呆滞 很明显 他已经被迷惑了 我从他口袋中掏出手机 快速的找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左右的电话 记好之后啊 我带胡悠离开了医院 回到了日租房 我将电话号码抱了出来 小周呢 在那边忙着处理电话定位 我和徐老等人商谈了起来 我说道 徐老啊 我们最好兵分两路 一路啊 去救我师弟 另一路其医院 处理女尸和殷器 医院里啊 本就有很多体弱多病的病人 他们长时间被殷器笼罩 肯定会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呢 这件事也是十万火急 必须尽快解决 徐老说道 那我和你去救杨简男 老宋他们去医院解决女尸吧 我摇摇头说道 徐老啊 医院的阴气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 我认为啊 最好是你亲自去一趟 当然呢 宋老 你们别生气 我并不是怀疑你们的能力 而是我觉得医院那边啊 也不简单 徐老啊 应该亲自去一趟 胡瑶啊 已经答应帮我忙了 救师弟的话呢 我和胡瑶去就行了 这恐怕不行 养世人一定不简单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找养世人吧 正当此时呢 小周说道 你们别争了 那个手机的持有者啊 就在医院 你们可以过去把他抓住 然后问出人质的下落 同时呢 还能处理女尸 一举两得啊 来到医院啊 我们一行直奔隐蔽电梯 路上虽然有人能看到胡瑶 不过呢 都被胡瑶暂时的迷惑了 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啊 根本就记不起来自己 刚才看见了什么 电梯啊 仍然没有修好 不过 好在我们都是习武之人 全都敏捷的跳了下去 我们七人一胡 刚跳到下面 就发现啊 走廊中 飘着两个男鬼 而且这两个鬼 看起来都不是好惹的 走廊尽头的房间中 有些轻微的声响传过来 同时那边阴气逐渐加重 似乎有人在那边啊 搞什么动作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仰视人应该就在那里 其中一个男鬼 向走廊尽头的房间飘去 另一个站在原地和我们对视 徐老低贺了一声 动手 说着 他从口袋中 掏出一张紫色的符咒 引燃之后啊 向男鬼扔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低声说道 老宋老郑 这鬼啊 不好对付 不振 说着 三个老头啊 全都拿出了八卦镜 然后冲了上去 缠住了男鬼 而我们剩下的四个人一胡啊 继续向前冲去 当我们快跑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啊 刚刚回去通工报信的男鬼 也飘了出来 直接呢 对我们展开了攻击 我侧头躲过迎面过来的阴气 摸出了一张洋服 瞬间点燃 快速拍在了男鬼身上 阴阳相撞 男鬼被弹得倒退了两米 这威力 和当年老骗子那招没法比啊 不知道老骗子怎么做到的 同样是简单的洋服 同样是实力差不多的鬼 怎么他就能一击将鬼打散 我呢 就能 只能把鬼打得倒退两米 来不及想太多呀 我看向狐妖 简短的说道 挡住他 狐妖呢 和另外三个老头挡住了这只鬼 我脚步不停 继续向走廊尽头冲去 跑到走廊尽头啊 向太平间屋里一看 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老头站在那里 地上躺着一具女尸 女尸身上散发出极其浓郁的阴气 如果让我过去啊 可能用不了几秒钟 就会吹熄我的阳火 而老头呢 却那么淡定的站在女尸旁边 我站在门口啊 没有轻易上前 皱着眉毛问道 你是什么人 随着他缓缓的抬起头 我愣住了 他的脸竟然和独眼老者 非常相似 只不过 他的两只眼睛 是完整的 我叫周承文 他声音沙哑的说道 周承文 独眼老者叫周承武 不用问 他和独眼老者啊 肯定是亲兄弟无疑 那么我的推论就是正确了 他也是个仰视人 这次来庆天市 就是想引我出来 他背着手若无其事的 站在女尸旁边说道 这名字很耳熟吧 周承武是我弟弟 上次呢 他在庆天市 遭到了你们的毒手 我多番打探之下 终于找到了 关于你们的消息 首先 我找到了你的雇主 史老板 在我的威胁之下 他老老实实 交代了当年的事情 包括你和杨建南 封念可的名字 照片和联系方式 我点点头啊 结果他的话茬说道 然后呢 你分别给我们打了电话 但是却发现 我和封念可的手机打不通 对吧 所以呢 你就设了个局 先把杨建南骗过来 然后将他抓住 再用他套出 我和封念可 不错的计划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不过呢 我想知道 杨建南 还有和他在一起的 突顶中年 是否还活着 在没找起你们之前 我不会杀死任何人 说吧 封念可 封念可 在哪里 听说当时 还有个很厉害的老头子 就是他亲手杀了我弟弟 而你 管那个老头子叫师父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就考虑在你面前 把杨建南身上的肉 一片 一片的割下来 因为你不愿意交代 封念可和老头子的下场 而让杨建南受苦 杨建南 肯定会恨你 他会很乐意 供出你家住在哪里 他竟然威胁我的家人 我最讨厌被人用家人威胁了 我皱着眉毛说道 你弟弟养尸养鬼 作恶多端 杀掉他是替天行道 周成文呢 笑了笑 养尸养鬼 没记错的话 你也养鬼吧 你手下有两个女鬼 其中还有一个 是拥有千年道号的悬阴美机 我没说错吧 而且你今天还带来了一只狐妖 你有什么资格 说养尸养鬼 作恶多端 这句话呢 他竟然还知道慕容 我记得周成武死的时候 史老板晕了过去 而且史老板根本就不知道慕容的存在 还有就是 既然史老板晕了过去 他也不应该知道老骗子的存在 我疑惑的问道 当时大战的时候 史老板似乎晕了过去 他不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弟弟当时搞出的动静太大了 全国的鬼物云集在庆天时 你们交战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鬼物看到了 这件事在鬼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啊 我找了几个当时在场的鬼 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别废话 赶紧交代方念壳 跟老头子在哪 我的耐性有限 找起你们之后 我会给你们个痛快的 周成文呢 声音沙哑的说道 我抱着胳膊 靠在门口啊 悠闲的说道 有两点呢 我要纠正一下 第一 我并不是养鬼养妖 这些鬼啊 都是我的朋友 我并没有奴役他们 至于这狐妖也是一样 他是主动提出要帮我的 而且呢 我经常告诫他们 不能害人 所以呢 我和你是两个性质 别把我和你混为一谈 第二 既然你知道当时大战的情景 那也应该知道 我师父非常厉害 连你师弟的红毛江 都被我师父轻松杀掉了 你还敢在这叫嚣 让我师父出来 难道你不怕被我师父杀掉吗 周成文呢 点了点头 当时院里在大战 那些围观的鬼啊 不敢靠得太近 但听他们说 你师父来的匆忙 走的也匆忙 估计他应该很难脱身吧 再说 能打得过红毛江 不见得打得过我的狮妖 狮妖 最难降服妖物排行榜 第四的狮妖 对此啊 我嗤之以鼻 听慕容说 我师父年轻的时候 就杀过狮妖 不过呀 他真的有狮妖 难道 我将目光啊 向地上的女尸 看上去 女尸身上散发出来的阴气 越来越重了 这让我浑身感觉到冷 周成武说道 猜对了 这就是我准备了 五年的狮妖 今天呢 就是狮妖的大成只 你们很幸运呀 成了第一批 看到狮妖的人 由于我此时啊 和他们的距离比较远 而且呢 我在屋子里 他们在走廊中 看不到我这边的情况 我可以使用龙岩 徐老等人呢 此时仍然在外面 对付那两只男鬼 那两只男鬼啊 也不太容易对付 我转过头 嘴角微微翘起 就算这个真的是个狮妖 我师父也能将之轻易杀掉 我师父的强大呀 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另外 你这狮妖似乎还差一点才成功吧 我想知道 如果我现在打断了炼制狮妖的过程 这狮妖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 不听你的话 说着 我伸出了担长 一道龙岩 从掌中喷射而出 屋子里的阴气啊 瞬间就被驱散了一大半 要知道 我的龙岩 连狐妖都非常忌惮 由此可见呢 龙岩的威力不可小觑 龙岩直接笼罩了女尸 女尸身体周围的阴气 瞬间就被驱散了一大半 女尸身体中 飘起了一个女鬼 女鬼被龙岩燃烧 发出了阵阵凄厉的鬼叫声 女鬼和女尸啊 长得一模一样 听说尸妖是有智慧的 怪不得 周成文呢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向我扔过来一柄匕首 速度极快 匕首只取我的胸口 由于我呢 正好站在门口 左右呢 都不能躲 而且不知道匕首啊 有没有毒 我也不能轻易的去接 没办法 我只能收回龙岩 向后跳了一步 然后猛然触脚 脚尖呢 踢在匕首上 将匕首踢到了一旁 周成武啊 拿出一张符咒 贴在了女鬼身上 将女鬼又慢慢的 压进了尸体 正当我想再冲进去打断的时候 只见电梯那边又跳进了两个人 正是贱男和清娘道友 他们俩啊 都鼻情脸肿 但清娘道友仍然不识风度的 抚摸了一下他的发型 贱男惊讶的看了看我们 你们怎么都在啊 我顾不上周成文的 向贱男快步跑了过去 贱男一手搭在了我的肩膀 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你们这是 我们呢 是逃出来的 上次啊 中了换腰的幻境 我跟清阳道友都在了 刚才呢 我们趁老头不在的时候 逃了出来 本想到医院来收拾女鬼的 你们怎么也在这啊 你们没事就好 回头啊 再跟你慢慢解释 现在呢 我们先处理这边的事 贱男的 你去帮忙许老他们 杀掉那只鬼 清阳道友 你对付鬼并不在行 还是在一边休息吧 贱男呢 看着远处的狐妖说道 我靠 大哥 他怎么也来了 狐妖啊 被我感化了 这次是过来帮忙的 别啰嗦了 快动手吧 太平间里啊 还有个狮妖 等着我去处理呢 你说什么 狮妖 清阳道友啊 抚摸了一下 他那可怜的几根头发 自信的说道 对付狮妖 我是专业的 我能对付各种狮 走吧 专业你妹夫啊 狮妖可是排行榜 第四的存在 就你这样的 估计一个紫毛浆 就能玩爆你菊花 我赶忙说道 清阳道友啊 我知道你是专业 对付各种狮变 但你们这两天啊 受累了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狮妖这种小角色 哪还劳烦道友出手啊 我去就足够了 清阳道友啊 沉思了几秒钟 说道 呃 好 好吧 那就交给你了 道友 我点点头 拍了一下建南的肩膀 指了指许老的位置 适应呢 让他过去帮忙 建南一手拿着成影剑 一手拿着八卦镜 熟练的激活了成影剑 直接冲了上去 我也返回了太平间 周承文此时啊 呃 正盘西坐在女尸身前 用什么密法给女尸增加音器 此时太平间中的音器 已经浓重到了极点 我站在门口啊 觉得非常不适应 有阵阵音器 亲体的感觉 我赶忙截了个箭纸 从口袋中掐出一张洋服 点燃了自己双肩的洋火 与此同时啊 只听太平间 靠墙的冷柜中 传来了阵阵的异响 仿佛啊 有很多只手拍打着冷藏柜 糟了 屋子里的音器啊 太浓郁了 那些尸体长时间被音器侵入 现在啊 终于集体失变了 周承文截了个箭纸 用音器将太平间 所有冷柜的抽屉都拉开了 那些尸体啊 全都站了起来 动作僵硬的 向我走了过来 对屋里的周承文呢 视而不见 嘿 养尸人果然有两下子 该死的 这些尸体该怎么办 他们都是无辜的 如果把尸体打坏了 到时候怎么向人家死者的家属交代呢 这尸体扎看上去啊 哎 我操 得有二三十个呀 我从门口推了出去 第一声说道 哎 各位 太平间里的尸体集体失变了 我们不能破坏尸体 我身上根本就没有带镇尸服 你们谁带了 建南说道 让我来吧 说着 他向我这边跑了过来 从口袋中 逃出三张一扬 三张符咒 放在我的手里边 说道 哎 大哥 我这次来的匆忙 就带着这三张镇尸服 这些尸变的家伙啊 交给我就行了 建南将成领剑也交给了我 他咬破手指 将血滴在了八卦镜上 然后呢 截了个剑纸 八卦镜瞬间燃烧了起来 建南拿着八卦镜 往尸体的脑袋上一贴 尸体呢 就直接躺在了地上 他们身体里的阴气 被八卦镜强烈的阳火打散 就没有办法再动了 建南的动作呀 非常利落 道数呢 也大有长进 看来这半年啊 也是进步了很大一劲 我也不闲着 激活了成领剑 向就近的男鬼 劈了过去 我的经验呢 何其丰富 本就被打伤的男鬼 很快就被我一剑劈中 成领剑的阳气 对其展生了巨大的伤害 他鬼叫一声啊 就要穿墙逃走 但狐妖速度比他更快 直接打出一道阴气 将其束缚了起来 我冲了上去 又是一剑横扫 将他打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呢 就算用一张洋服 都能把他打散 我对几个老者说道啊 几位前辈 麻烦你们将他呀 封印起来 几个老头子点了点头 而另一面呢 徐老他们也搞定了 那只男鬼 然后众人全都聚到了 太明街门口 太明街门口啊 躺了一地的尸体 一共二十三具 全都是被剑男打倒的 剑男此时呢 站在门口 手中截了几个手印 然后右手掐着巴掌大的 八卦镜 另一只手呢 摘下胸口的玉佩 将玉佩啊 按在八卦镜的后面 只见八卦镜射出一道 肉眼可见的金光 上屋里面照射而去 下一个呀 屋里传来了一声尖笑声 然后只见一只脚 踹在了剑男的肚子上 将剑男踹到后退了好几步 贴在了墙上 剑男捂着肚子 痛得倒吸了几口冷气 我赶忙冲了上去 与此同时 屋里也窜出了一个黑影 双手呢向剑男脖子抓去 是尸腰 终于完成了吗 这为了好快的速度 连我呢 也只能看到一个黑影